人是拥有选择的权利的 那么对于一些我们本身觉得不喜欢的事情 那我们本身可以选择放弃 甚至不要那么执着 让自己本身掉入了这一个烦恼的困境里头 那么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啊 在人生里头呢 有很多很繁杂的事情 你觉得做了没有很大的效应 你不做 老实说也不会对你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 那我们就选择去放弃吧 那么留一些事情 在我们生命之中呢 我们必做不可的 这些事情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懂得坚持到底了 我可以发现到呢 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奇怪的 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呢 却往往我们执着一直不断的去做 却没有这种放弃的念头 但是对于一些我们需要斟酌 需要持续的一些工作呢 往往我们就很容易放弃 就没有这一股热忱呢 去把这一个应该完成的事情呢 持续的去把它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生里头呢 我们必须要懂得去判断 什么事情是我们该做的 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要放弃的 如果今天我们懂得在生命之中呢 做好这一种判断的话呢 人生里头我们就能够产生更大的效应了 我们可以发现到呢 有很多人他们无法拥有很大的成就呢 都是由于将自己的焦点放在不对的地方 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不对的事情上的话呢 我们不只是无法产生很大的效益 反而我们会浪费了我们本身的时间 浪费了我们的青春 将我们的集中点呢 放在错的地方 那个是很可惜的 所以从此时此刻开始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懂得将生命之中需要做的事情呢 重新的探讨 重新的研究 分析一遍 什么事情是我们该做的 什么事情又是我们应该放弃的 这些都是必然我们必须要懂得去选择的一个重要性 人是拥有选择的权利 只不过是我们本身没有去做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有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选择我不想选择 那就算你不想选择 你也做了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不选择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啊 生命有限 我们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宝贵 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必须要以结果为导向 假设今天我们所做的东西缺乏了一个真正的好效果的话呢 那我们本身就要开始去思考 开始去评估 这件事情是否我们本身不要再继续做下去呢 也许有的事情呢 在我们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到说 这个事情虽然是有结果 但是结果并不是我们本身所预期的 或者这个结果来自 可能没有我们本身想象中那么的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也必须要重新的去评估一下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们继续花心思 花时间继续经营下去 假设如果这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说 再花一个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呢 也不会出现任何的大结果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要考虑 是否应该将这件事情呢 放弃掉 那重新再做一些 更有生产力 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所以人生里头 要永远记得一句话 就是呢 生命有限 我们必须做对的选择 我们才能够让生命 更加能够产生效益